上一秒两人还在贴贴 可下一秒 在阿尔法还有意识的时候 尼根与他做了最后的吻别 最终他带着阿尔法的手机来到了一个人面前 居然是卡玛 原来尼根能逃出亚历山大使卡玛放了他 就在要处死尼根的当天卡玛找到了他 表示给他一个洗白自己的机会 因为不管现在他说什么社区内的人 都不会放过尼根 所以尼根需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压制住所有人曾经对尼根的怒火 那就是干掉阿尔法 最终他成功了 卡玛将阿尔法放在了亨利的坟前 此时的卡玛终于得到了大仇以报的感觉 但他并不开心 虽然阿尔法死了 但是地狱者族群还在 接下来他们还有一场硬仗 有很多人问刀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在 其实刀妹在一周前就脱离了团队 因为他们在海边旅店的时候救了一个陌生人 出于感恩 他打算带着刀妹回到自己的住所 竟告诉那里有很多重型武器以及枪支弹药 就这样他们出海来到了一座岛上 刀妹跟着男人一直向前 在前进的过程中 刀妹一直在观察四周 这个营地显然已经很久没人带过了 见此刀妹直接拔刀对向男人 而男人带着他来到了自己妻子孩子的坟前 刀妹得知对方骗了自己准备转身离去 但男人再次提到了自己的家人 他想让刀妹帮忙清理建筑内的走肉 因为自己的家人在里面一直无法安息 事后他会带刀妹去拿武器 刀妹同意了他的请求 两人来到屋内 可男人笨手笨脚地将退路封死 见此刀妹只能选择硬冲走肉群 他叫男人保护好自己 随后刀妹开始了战斗模式 男人被三只走肉堵入墙角 但没过两秒刀妹就将所有走肉清理 他们来到一间屋内 看到了无数挂在半空中的走肉 这些人就是他的家人 他告诉刀妹曾经有一批人来到这里烧杀抢掠 最终只剩下自己一人存活 他和刀妹将家人埋葬 但当刀妹提出去找武器时 男人又说要再过一天 因为现在天黑了 海面已经开始退潮 两人没办法离开这座岛 见此刀妹只能再多待一晚 但他还是感觉男人疑点重重 然后趁着深夜来到建筑内开始翻找武器 但他突然听到了隔壁房间内传来声音 刀妹来到这间屋内 发现几人在墙的另一边 此时男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将刀妹关在了这里 他不断地寻找出口 但最终都无济于事 可他在睁眼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 而且自己的武器也被拿走 此时隔壁的人隔着墙与刀妹开始对话 原来男人说的一切都是反的 根本没有入侵者 而且他是后面才来到这个社区的 因为在房间内有一人老去 然后在所有人面前变身 他惊慌地跑了出去 而且将门反锁 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人也在屋内 这几人是曾经营地的成员 最终也被男人关进了小飞屋 刀妹也只能选择保存体力伺机而动 但他每次醒来都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男人站在门口跟他说了原因 这座岛上有一种草药可以置换 能让他看到无比美好的灰影 男人也一直通过这种草药 让自己一直以为家人还活着 在他眼里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他和自己的家人幸福地活在这个社区 而刀妹的幻觉恰恰相反 他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事情 没错 他进入了幻境 是末世开始的地方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